嗨 你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教给大家在交易所里面买币卖币的一个全过程 我一会儿会实战给大家演示一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因为我的这个视频呢会教给大家从零开始 包括注册交易所的账号 买币卖币都会全部的实战演示一下 别的视频博主可能也会交给您这些东西 但是他不会交给您如何识别交易所的骗子 也不会交给您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出金 更不会交给您如何防止冻结我们的银行卡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明明白白的全部交给大家 首先呢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的历史价格从2010年开始 然后比特币一个走向 现在是2021年了 现在其实已经突破了6万美金 然后我个人感觉有可能在三到五年之内 比特币有可能会破掉10万美金 达到人民币60万左右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一共分为是四个步骤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交易所的账号 这一个交易所的话先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国内一共是三大交易所 OKEX币安火币 强烈推荐大家去OKEX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特别的低 现在币安火币已经不接受大陆客户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手续费特别低 然后呢我会把这一个OKEX的邀请链接 放在咱视频的下面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注册 只要是你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会给你奖励 奖励是什么内容呢 是一个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佣卡 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奖励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之后 去到他的APP里面 有这两个奖励直接领取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去注册他的交易所 我们首先把这个网址扶持到浏览器里面打开 他会让我们去别的网站 我们不要去 因为别的网站他这边手续费太高了 我们直接点击关闭 这边注册一个交易所的账号 邮箱或者是手机号都可以随便打压 我们大陆的手机号也是可以注册的 当我们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账号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当我们注册成功之后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 第二个我们去安装交易所的APP 为什么要安装APP 因为在APP上去操作这些东西 实在是太方便了 但是在这个电脑端去操作 太繁琐太麻烦了 所以强烈大家用手机端去操作 手机端的话 现在分为是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苹果系统 第二个系统是安卓系统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比较简单的 就是先拿安卓手机为例子 安卓手机怎么去安装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看一下 先打开我的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手机 打开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去扫码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一个我说的是安卓手机 苹果手机 我们一会儿再讲 这一个办法只针对安卓手机有用 拿着我们的微信QQ扫描 这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程序安装 我再来说一下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交易所的APP 不能用我们大陆地区的ID 需要有一个美区ID 美区ID去哪里搞呢 去神奇的某多多 或者是神奇的某宝里面 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某多多的网站 搜索一下美区ID 或者是美区账号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搜索一下这个美区ID 然后他这边 这种还有这种 应该都是可以的 我再往下看一下 像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大家到时候买的时候 可以先问一下店主 然后就是先问一下他 这个是不是美区ID 然后我们点击 这边分为一次性和永久 选择一次性的就行 选择美幅 两块八毛钱 非常的便宜 我们可以先问一下客服 是不是美区ID 如果是我们再购买 或者是去一下神奇的某宝 某宝里面也有卖的 搜索一下美区ID 美区账号 都是可以的 然后 他这边 这两个 这两个应该都是可以的 我这边给大家画出来 就是这两个 然后 这一个应该也是可以的 他这边写的呢 美区ID 美国ID 然后我们可以 他这边写的是美国是M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这边有M 四块八毛九 非常的便宜 买之前也可以问一下商家 这个就是我们在 苹果端的一个购买过程 购买完成之后 他这边会给我们一个 邮箱 会给我们一个邮箱 然后还有一个密码 上面是邮箱 下面是密码 然后我们拿着他给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去登录一下我们的Apple Store 就是苹果商店 就是这一个App Store 这个就是苹果商店的意思 我们先点开 然后退出一下我们大陆的ID 在哪里退出呢 在这边有一个头像 我们点击一下 拉到最下面 拉到最下面之后 有一个退出登录 这边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一下我们当前的账号 因为我这边是MatureID 所以我就不再退出了 大家先退出一下 退出完成之后 这边有一个登录的按钮 填上我们刚才买的账号 还有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登录完成之后 就是我这一个样子了 然后搜索一下 okex 这边就会出来okex的App 然后第一个是广告 这边写着的 我们不要去 我们去第二个 然后这边写着okex 然后它的图标 是四个蓝色的小球 在一起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我们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就不再下载了 然后我的苹果端 还有我的安卓端 我这边全都下载过了 说明我这种下载方式 是完全可以 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充值USDT 还有为什么要买USDT 什么是USDT 在说这个USDT之前呢 给大家先说两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是叫非小号 这一个网站叫做非小号 第二个网站呢 叫做密封茶 然后到时候这两个网站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为什么要用到这两个网站 因为这两个网站 是看这些行情的 比如说今天的币价 今天币涨了还是跌了 24小时的涨幅 历史的价格 比如说这一个非小号 给大家来说一下 比如说比特币 它的中文叫比特币 英文叫BTC 以太坊 它的英文叫ETH 中文叫以太坊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36万 以太坊的价格是26000 然后现在24小时的涨幅 还有7天 它的浮动趋势 这个网站里面都会显示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泰达币 它的中文叫泰达币 英文叫USDT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其实是和美元去挂钩的 美元是多少钱 它就是多少钱 美元涨了 它就涨 美元跌了 它就跌 不过大家请放心 这一个USDT 是一个稳定币 就是说它不会大涨 也不会大跌 方便我们去购买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一下 泰达币也叫做USDT 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 不论我们购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比如说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您不能直接拿着我们本国的货币去买比特币 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通过一个中间中转的货币 也就是USDT 我们都喊它 很直接 我们都喊它U 然后呢 比如说你想买一些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拿着你们本国的货币 比如说我在中国 我需要先拿着人民币购买USDT 然后再拿着USDT 去买虚拟货币 比如说我本国是人民币 我不能拿着人民币买比特币 我必须拿着人民币 拿了100块钱的人民币 然后充值去购买USDT 大约可以购买15个左右 然后再拿着价值15块的USDT 去买这些虚拟货币 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卢布 全是同样的道理 不能直接去买比特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然后再去买这些虚拟货币 相信这儿的话 大家都应该会明白的 就是说不论你是买任何货币 你必须先拿着你们本国的货币 去购买USDT 然后再去买比特币 USDT只是起到了一个中间桥梁中转的作用 可以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可以买成USDT 然后买虚拟货币 现在买虚拟货币 比如说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其他的不可以 他们只认USDT 好了 现在给大家已经说过了USDT了 相信大家应该也明白了 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怎么买USDT 买USDT去哪里买呢 先在我们的手机端去购买 在我们手机端的APP里面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这一个APP 这一个APP不用科学上网 也能打开 然后登录一下我们刚才在交易所注册的账号 还有密码 进来之后设置一下 这个基本信息 点一下这个小人 这边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 这边本地货币 按照我们的习惯 我习惯用人民币 选择人民币 然后安全设置 设置一下安全信息 指纹识别 还有手势 不用设置 登录密码设置上 然后手机验证 最好绑定上 谷歌不用 然后邮箱验证 绑定上 这个防钓鱼码也用不到 也不用绑定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我为什么说这个资金密码很重要 当我们买币 卖币 提现 出金 更改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全部都要用到资金密码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置上这个资金密码 并且我们设置完成之后 一定 一定要记得资金密码是多少 然后这些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认证一下身份 这边一共是三个等级 大家可以认证到二或者是三都可以 随便哪一个都行 然后基本的设置已经完成了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就是我们买币 卖币的时候需要买USDT 我们需要通过那个银行卡 收款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银行卡 然后我们在哪里去够去绑定那个银行卡呢 我们先点击一下购买数字货币 然后会出来三个 我们快捷买卖不需要 订单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自选交易 因为这个快捷买卖片子多 自选交易 我一会儿教给大家怎么去筛选 然后进来之后 很多的东西我们先不要管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这边是让我们设置一下习惯用的货币 我习惯用人民币 选择C&Y 然后这边有三个小点点 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会出来一个收付款 我们点击收付款 点击付款方式 第一次进来的朋友 这三个全是开启的 我们把微信支付宝全部关闭 只留下银行卡 因为微信支付宝很容易被封控冻结 但是银行卡不会 所以我们只留银行卡 收款账号 这边我们填上我们的银行卡号 还有姓名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一个账号呢 这边是没有钱的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购买USDT 我去我一个有钱的账号 然后我的账号里面现在是530个USDT 我们怎么去购买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USDT 选择购买数字货币 选择自选交易 一定要选择自选 在这边最重要来了 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去买 比如说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或者或者是狗狗币这种 我们一定要先去购买USDT 所以在这边选择USDT 这边是我们要购买的币种 选择USDT 收款方式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比如说我想买多少钱的呢 买9000块钱的吧 买1万吧 买1万块 买1万人民币的USDT 就是价值 我这边不是买1万个USDT 是买价值1万块钱的USDT 点击完成 然后这边隐藏T价1 因为T价1的速度慢 隐藏一下 点击完成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来了 教给大家如何筛选片子 点击第一个 乘信24航商 商行 第一个看它的认证等级 这边是V3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看注册时间 它这边的店铺 一定要选择大于三个月 或者是大于100天的 它这边的店铺 注册了还没30天 现在是11月份 这种店铺肯定不要 骗子的概率大 这个秒放 这边也是一个月不要 这种很容易 因为很多骗子 就是刚注册账号 然后再去骗 这个资本看一下 基本上这种 我可以给大家说 基本上就是骗子 我们这种都不要去 然后加号 像这一个就可以了 现在它的店铺 是7月份的店铺 已经四个月了 像这种人就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些这个加号 我们先把它当做备用 我们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 这个有一个冰子 这一个也是可以的 三个月了 然后买币必涨 这一个就可以了 它已经半已经五个月了 这边已经五个月了 然后我们向它去购买 这边有一个向它去购买 USDT用人民币 价格是6块3 点击一下 比如说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这边会出来限额 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最少需要购买 1万块钱的 这边不是1万吗 最多可以购买 1万9248块的 价值人民币的USDT 我去购买1万 我去购买价值1万块钱的USDT 可以收到1500个USDT OK这样就没问题 然后我们点击购买USDT就行了 因为这边涉及到两种情况 我这边给大家截图给大家说一下 涉及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们点击购买USDT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订单 让我们确认一下 然后基本上都不用看 然后点直接点击下一步就行了 它会直接出现卖家的银行卡号 还有它的姓名 我们拿着我们的银行卡 给它转钱就OK了 它这边会出来转到金额是多少 我们给它转钱就行了 当我们转完钱之后 我们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 还没有转钱 我们直接给它点击这一个 不要这样 我们一定要转完钱了 再给它转账 还有一个给大家说一下 肯定有小伙伴会担心 我这边转了钱之后 它是不是给不给我币呀 这种情况请大家去放心 因为这边是一种担保交易的 他们这边都会有一些担保金在里面的 不会出现你把钱给他们了 然后不给我们钱的这种情况 至少我在这边玩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没有出现过 我把钱给他们了 他们不给我币的情况 这种情况请大家放心 不会出现的 当我们把钱转给他之后 我们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我们就等着币来 等着币到我们的账户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比如说买五千块的 点击下一步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截图 他会给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说让我们提供一下我们要付款的银行卡的流水 我们24小时或者是这两三天的流水明细 我们可以去我们的 比如说我我的付款银行 保证的是建设银行 我就可以去建设银行 把我的这些明细给他看一下 为什么要给他看这个明细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不干净的钱 他们没有明细 但是我们这种正常的客户 我们可以把我们经常的那种 买水果买烟买酒 去超市打车 吃饭 叫外卖 我们这些订单截图流水给他看一下 他这边就会看到 你可以是一个正常的客户 你的钱是干净的 你是正常消费的卡 OK 没问题 我们来交易吧 他这种 只要是我们把这个截图发给他之后 他就会直接出现他的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 我们直接给他转钱就可以了 转完钱之后 点击 我也完成转账 这样的话 其实对我们双方都好 对买方对卖方都好 他小心 我们也小心 对不对 他也怕收到那种不干净的钱 所以我个人还是十分喜欢 他们这种要流水的 这样流水的话 就会杜绝了很多不干净的钱 让我们正常买币的客户 可以安全的放心的去买币 当我们交易完成之后 就是我们买完币之后 钱转给他 也按完那一个 我已完成付款之后 我们点击 这边有一个资产 我们点击一下资产 我们就能看到 在可能两三分钟 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边就会收到USDT 比如说我买了530个USDT 他这边总栏里面就会出来53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资金账户里面有530 交易账户是零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买完币之后 只能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钱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买比特币 买以太坊 买狗狗币 说明我们要去交易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资金划转一下 从交易账户 从不给大家说错了 从资金账户 划转到交易账户 就是从资金到交易 我这边已经给大家留好了 这边 如果我们去买币的话 我们需要从资金账户 划转到交易账户 怎么去划转呢 点击资金账户 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来试一下 点击资金划转 币种选择USDT 从资金到交易 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 我来试一下 点击确定 OK 他这边提示划转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资金里面没有钱了 交易有钱了 然后去买币 这边有一个交易 进来之后 先给大家大体的说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里可以选择各种币 比如说想买比特币 输入比特币的代码 想买以太坊 输入以太坊的代码 输入想买狗狗币 输入狗狗币的代码 这边是买 这边是卖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可用余额 这里 这里是当前我们要买的币的价格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边呢 对于一些新手朋友 第一次买币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这个币的代码是什么 所以可以用到我们的非小号了 比特币 BTC 以太坊 ETH 然后狗狗币 DOGE 前两天不是最火的吗 10币 这边也是有10币 然后我们 比如说想买 比特币 在这边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在这边点击一下 输入BTC 然后选择BB交易 选择BB交易之后 这边出来了第一个 就是比特币 还有USDT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您可以用USDT去买比特币 点击一下 然后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57000美元 比如说我想买完比特币了 我想买以太坊 在这边输入ETH 选择BB交易 第一个以太坊 点击一下 点击完成之后 然后这边 价格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给他改一下 选择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是最便宜的 然后市价委托之后 我们想 我们我的账户里面有530个 USDT 我想全买 以太坊 点击100% 想买一半 50% 我不想买这么多 我只想买一个USDT的以太坊 输入一个1 想买两个输入2 想买三个输入3 然后点击买入就可以了 这个卖出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 4200 USDT 我们直接说4200 然后现在以太坊涨了 比如说过了两天或者三天 半个月 涨到了5000了 我们4200买的 我感觉5000可以卖了 然后点击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选择 比如说我想全卖 点击100% 然后点击卖出 一铁吃就行了 我们4200买的 5000卖的 我们5000减掉4200 是不是赚了800个USDT呢 我们想把8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要怎么做呢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换成人民币 我们需要来一个反向操作 从我们的交易账户 再到资金账户 然后先点击一下资产 从交易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 然后点击一下资金划转 币种USDT 从交易账户到资金账户 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了 这边划转成功了 划转成功之后 我们交易账户就没有钱了 钱在资金账户 现在我的资金账户里面有530个USDT 我想把这个USDT卖掉换成钱 怎么卖呢 点击OE 点击卖出数字货币 和刚才一样 自选交易 币种USDT 收付款方式 银行卡 交易金额 我这边 卖2500块钱人民币的吧 卖2500 然后 隐藏 T价1 我们来筛选一下吧 比如这个奔驰大鸡 筛选一下 我可以 怎么说呢 90%以上吧 他这边 是一个骗子 为什么说他是骗子 有可能钱是不干净的 他这边的账户 注册了连一个月都没有 这个 真乐 这边也不要去 一个月的店铺 仁辉 这个仁辉就非常好了 他的店铺 已经是 一年半了 然后他这边是V3的等级 非常好 然后 他这边呢 有一个向他购买 他这个呢 是T加1 T加1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今天 呃 卖了币给他 他明天再给我们钱 我们不要 我们选择第二个就行 然后第二个 然后比如说 呃 我他这边有一个限额 就是最低 你要买一千块钱人民币的 最高 嗯 可以买到一万六 比如说我想卖两千八 哎呦 两千八太高了 然后我的账户里面 还有五百三十个USDT 我想卖五百一十个 然后这边 呃 如果我卖五百一十个USDT 我能得到是三千两百一十八元 因为他现在最最少 一千人民币 最高 一万六 我卖了三千 正好在他的中间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点击出售USDT 点击之后 嗯 卖家那边就会收到我们的下单通知 他就会给我们刚才绑定的银行卡里面 打打过去三千二百一十八块 一毛人民币 当我们银行收到这笔钱之后 他这边会有一个放币的通知 就是这个放 一个放币的通知 我们把这个按钮点击一下 然后他我们的五百一四个USDT 就会转到他的账户里面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完成了一个买币 卖币 然后卖掉USDT换成人民币的过程 呃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视频下方留言 看到会回复您的 好了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